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位武力高强 理论上其实不相上下 那西凉马梦启一个人率领西凉军为父报仇杀的曹操割须气泡 长山赵子龙也不是一个善茶 千年来的经典桥段长板坡便是描述赵云的长板坡上七进七出旧少主的故事 然而这两位猛将面对乱剑反应却大大不同 马超摔下了马 但是赵云却毫发无损 这时为何呢 马超面对乱剑 马超面对乱剑的场景主要出现在和曹操的交战过程中 当时曹操面对马超无论怎么作战都占据不了上风 无法击败马超 于是他采用了假许的计谋 使用离间计离间韩岁和马超的关系 马超果然中计去找韩岁理论 爆发了冲突 就在马超和韩岁互相攻伐的时候 曹操顺势率军进攻 成功地击败了西两联军 当时天黑 马超和手下重将失去了联系 于是率军停留在卫桥之上 等待着手下前来会合 马超的行踪被于靖发现 于靖又报告给了曹操 于是曹操指挥大军围攻马超 将马超给包围在了卫桥 马超见曹军围拢过来 准备冲阵出去 结果还是没能冲出包围圈 并遭到了暗箭袭击 最终跌落马下 可以看到马超遭到围攻时 刚开始还能够用长枪拨开箭支 但后来就渐渐地无法抵挡了 最终被射落马下 赵云面对乱箭 赵云面对乱箭的场景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在借桥之战 一次是在结江旧阿斗时 借桥之战 赵云从文仇手中救下公孙赞 后来又随公孙赞进攻袁绍大军 差点活捉了袁绍 公孙赞原本是不敌袁绍的 都开始败退了 结果赵云突然杀出 直接击杀了袁绍大将局役 挽回了颓势 并带着公孙赞的人马直插袁绍中军 面对赵云的冲击 袁绍手下将士抵挡不住 纷纷溃败 直到颜良率领大部队前来 才成功地挡住了赵云的进攻 结江旧阿斗时 原本赵云在岸边呼唤 让孙夫人停船 不要把阿斗带走 但是孙夫人压根不听 于是赵云被迫无奈 只能弃船上马 驾着船只去追孙夫人 东吴这边的人见赵云驾船来追 连忙命手下射箭 结果被赵云一一挑落 可以看到赵云的战斗力 确实是不同凡响 无论是面对大军冲阵 还是追击敌人 从来都是没有中过箭的 而且赵云必见似乎非常轻松 令人非常奇怪 那么赵云究竟有何种能耐呢 为何他和马超同为五虎上将 战斗力都差不多 他能够毫发无伤 轻松躲见 马超却没有办法呢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 一 两人面对的场景不同 我们先看马超面对的场景 曹军包围 最开始的时候 马超还能够用长枪 拨开射来的箭支 可见马超还是有一定的防戒能力的 但是后来随着他杀入军中 他身边的将士已经没有多少了 此时他又遭到曹军的暗弩射击 根本防不住 所以最终被射落马下 虽然马超自身防戒能力强 但他的马没有这么厉害呀 最终因为马儿被射 他也被摔落马下了 所以说 当时马超之所以被射落马下 主要是因为他遭到了暗箭袭击 若是光明正大的乱箭 估计马超还能再扛一会儿 除此之外 这个案件袭击的是他的战马 马超根本无法抵挡 只能说马超的战马不行了 看完马超面对的场景 我们再看看赵云面对的场景 从原文的描述来看 赵云基本是没有面对过案件袭击的 攻打袁绍时 赵云冲击速度非常快 如入无人之境 援军被打得溃败了 根本无人在对赵云发动案件袭击 而当赵云冲向袁绍时 袁绍身边只有十多个弓箭手 且这些弓箭手还没能拉弓射箭 就被赵云给刺于马下了 可见赵云的冲击速度有多快 结江救阿斗过程中 赵云也是没有遭到乱箭袭击的 包括长板坡之战 赵云之所以能够身陷重围 不受箭伤 其实都是因为曹操下令 不要释放案件 除了没有遭到案件袭击 赵云的战马 似乎也是非常不错的 长板坡之战时 赵云连人带马跌落深坑 眼看就要被张和擒拿了 结果他的战马 于千军一发之际 冲出了深坑 帮助赵云逃出了危机 可见他的战马是非常厉害的 远胜于马超战马 二 战斗方式不同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在三国演义中 赵云冲阵几乎是从来没有中过箭 无论你是放案件还是放乱箭 反正赵云就是不中箭 这一点让人非常奇怪 以至于大家都给赵云起了一个 冲阵小能手的外号 事实上赵云之所以从没中箭 和他的战斗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赵云这个人用的是长枪 并不是非常重 使用起来根本不费力 这就能使得赵云能长期保持一个较高的武力水平 面对飞来的箭支 赵云可以轻易格挡 只要他的长枪挥舞起来 就可以把箭支挑落在地 赵云冲阵从来都是速战速决 打起来非常猛非常快 根本就不和敌人缠斗 借桥之战 他率军冲杀 如入无人之境 袁绍的弓箭手根本来不及放箭 赵云就冲过来了 可见赵云冲得有多快 这完全就是闪电战的打法 阳山之战 赵云截住许楚 为刘备逃离拖延时间 结果从后文分析来看 赵云根本没有和许楚 于静等人缠斗多久 在刘备离去不久后 赵云也很快撤出了战场 这其实就是赵云的聪明之处 并不与敌人缠斗过久 有机会就跑 但是马超就不同了 马超没有赵云这么灵活 当时他守在魏桥之上 原本是和于静有过一番缠斗的 于静不敌被打跑了 很明显会搬援兵再来 但是马超却并没有选择撤退 仍然待在魏桥等着曹军前来 这不就是蠢吗 该跑不跑等着被围 这种战斗方式太笨拙了 哪有赵云那么灵活 不得不承认赵云的运气是真的非常好 打了一辈子仗 面对过千军万马 多次身陷重围 但从来没有中箭 这里面有实力的原因 但肯定也有运气的成分 赵云之所以运气这么好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他受到了罗冠中的青睐 在三国演义中 赵云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物 战斗力高强 为人忠义 深受众人钦佩 也正是因为罗冠中将赵云打造成这么一个完美的人物 所以没有让赵云中过剑 而马超就不一样 虽然罗冠中对马超也挺不错的 但是在证实中 马超可是不管父亲族人生死的 主动向曹操发起了进攻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受人诟病的 罗冠中在演义中帮马超洗白了这一劣迹 也算是对马超不错了 让马超被狼狈地射下战马 只能算是小失成见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